眼前这个小混混太惨了 上课后面站着四个黑帮 只要赶上课睡觉 老师马上给你安排个道理洗头 回答不出问题 那就绑在铁轨上逼你回答 男人名叫太直 母亲为了生他难产离世 父亲偷电瓶被抓 高中被退学后就开始在社会上瞎混 赚钱工弟弟读书 这一天好兄弟找到他 说他不小心送了个人领盒饭 太直转身就出去报警 他话都没有说完 就被四个大汉抓走并将他打晕过去 同时被抓的还有四人 结果层层筛选 最终太直被选中 通过测试后 太直再一次被打晕过去 原来前两天死了个条子 他的死亡不光让警察同伴们伤心 黑帮更是心烦意乱 因为那人是他们培养多年的卧底 事已至此 他们只能马上再物色一个人 重新打入警局内部 当太直醒来后 发现有几个人正在看着他 桌上还放着一件校服 太直根本就不想搭理他们 结果朴老师竟然学起了太孙 只见一声惨叫响彻天静 朴老师还特意的从汉城 请来了一位学霸来教他学习 为了防止他逃课 之后随时站着四名打手 但他压根就不是学习的料 不然怎么可能被高中退学 听学霸讲课像是在念经一样 很快 太直和四名打手一起进入了梦乡 朴老师看到后没有打他 而是来了个跳水 让他精神一下 这一次上课是不敢睡觉了 但是还是左耳进右耳出 朴老师见状直接将他靠在了铁轨上 而钥匙就在老师的手里 学霸出题打不出来 那就得领盒饭 火车逼近 他一直紧张的搓手 就连学霸都替他着急 而事实证明 人的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通过变生所学终于答对了 老师扔给他钥匙 在最后一刻 太直跳出了铁轨 一晚 太直实在受不了了 打碎玻璃 决定趁着夜色溜走 这个鬼的一棒 他是一刻都带不下去了 当他爬上大门 谁知朴老师早就拿着猎枪 再次守着带兔 他也只能乖乖的跟着回去 这时朴老师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以前自己和太直一样 是一个社会败类 现在却十分后悔 如果当时有一个人 能为他指明道路 他也不会混成现在这样 说吧 让太直转身提起裤腿 作为逃学的惩罚 朴老师废了太直的一条腿 这样他彻底逃不了学了 但这也让太直更加厌恶学习 回去的路上 太直遇到了两名警察 他转身拿起石头 砸碎了路边的玻璃 警察回来查看 太直潇洒的伸出双手 等待被捕 太直以为能在监狱里舒服两天 万万没有想到 预警送进来一名御友 男人在裤子里掏出一份小钞 好家伙 被关起来还是讨不过学习 朴老师要求他必须在监狱里 全部学完 而更残酷的学习 还在外面等着他 等太直出来了 39度的高温 直接把他埋在土里 这下彻底动不了了吧 前面还摆放着一本书 太直再也受不了了 他求朴老师给他的痛快 而就是 朴老师拿出了一份录像 而画面中的正是太直的弟弟 迫于无奈 太直开始跟着校爸认真学习 一段时间后 他参加GED的考试 并且胜利通过 当太直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朴老师又拿出了厚厚四大本书 原来他们是要让太直考入警队 成为黑帮的卧底 这一次太直没有拒绝 因为他一直很向往警察这个职业 因为可以拥有随时教训人的权利 一段时间后 太直真的考入警队 但却只是一名交警 而当家很气愤 希望他们尽快将太直升职为刑警 朴老师带着黑帮的几个打手 开始没日没夜的做着警察的工作 寻找一位越狱的犯人 警察问不出的消息 他们轻松获取 很快他们找到了逃犯 一顿毒打之后 又将他关了一周 随后便问他是继续待在这里 还是进监狱待着 逃犯说他还是更喜欢监狱里 于是第二天 逃犯就打劫了一家银行 他指名道姓的要进太直 太直走进银行 杰斐直接将枪扔掉 然后一头撞在玻璃上 就这样 太直莫名其妙的升进了刑警队 报到当天 队长正为一件案子发火 然后随便丢给太直一张照片 什么信息都没有就让他去抓人 常年混迹街头的太直 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找人方法 来到大街上 他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小混混 追上去就是一个爆栓 然后拿出照片说 对不起认错人了 第二天又找到他 撞碎一块镜子后 还是那句话认错人了 第三天又是大街上一脚踹倒 这一次连个盗窃都没有 一看是他转身就走 这一次小混混来劲了 我到底像谁 太直终于拿出了照片 你是认真的吗 这个人像我 小混混当场怀疑 太直的眼睛出了问题 又或者是自己有啥问题 被逼无奈 小混混发动自己的社会关系 很快找到了那人 不出三天将人交给了队长 队长以为是他的运气好 就把队里最棘手的一个案子 交给了他 太直一看就笑了 这更简单了 这竟是他发小杀人的案子 敲开发小家的门 送给他了一副手镯 带到警队 队长都惊呆了 队长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普安速度 队长决定晚上带着太直一起行动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途中他们发现两个帮派火兵 队长刚好叫支援 却被太直拦下 如果现在叫支援的话 他们都会跑掉 太直扛着棒球棒走向了其中一派 双方的老大马上握手言和 太直却冲出来打了对方的老大 两边瞬间打坐一团 很快所有人倒地不起 这一次队长彻底服了 但太直也被二当家叫了回去 黑帮二当家让太直干掉一个叛徒 但太直却下不去手 二当家走过去用他的枪干掉了叛徒 拆倒太直后 拿出刀一刀扎了下去 他干净指纹放在叛徒的手里 把枪还给太直 伪装成正当防卫的假象 队长知道后虽然指责了太直 但却还是帮他掩盖了此事 经过这件事 太直不想再为黑帮卖命 以前没得选 现在他想当个好人 于是找到了朴老师 他能感受到朴老师是真的对他好 当时朴老师也说过 他年轻时多希望有个人能为他指明道路 而现在太直希望朴老师能为他指明一条路 听完太直的肺腑之言 朴老师把一个黑帮放毒的证据交给了他 太直将证据交给队长 还把很多黑帮的事情都告诉了队长 队长马上命令所有人收集证据 然后拿着检察官申请抓捕 但检察官却一直表明证据不足 原来检察官早就跟黑帮勾结在一起 二当家也察觉到是太直搞得鬼 再次用他的弟弟做威胁 此刻的太直决定铲除黑帮 他抓了一个头目 逼问出老大的下落 深夜 他和队长找到黑老大 此刻的二当家他也在 看到太直想要脱离黑帮 二当家当众揭穿了他的卧底身份 队长不知如何是好 但还是将枪对准了太直 太直没有犹豫 直接朝队长开了两枪 接着又把枪对准了二当家 却没有想到被黑老大的手下制服 黑老大原以为大局已定 却不料二当家开枪 干掉了手下和黑老大 原来二当家早就想只手遮天 今天正好顺势而为 此刻警察已经赶到 二当家挟持太直想要逃走 正在得意时 太直系上安全带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最大的重机直接让二当家从挡风玻璃飞了出去 队长赶到救出了太直 原来他当时穿了防荡衣 而太直知道这一点才朝他开了两枪 队长臭骂他一顿 但还是决定在报告里写 是二当家抢了太直的枪打了自己 这样太直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 而太直的弟弟再次被朴老师训练 兄弟二人都成了警察 电影苏格拉底先生引用了一句苏格拉底的名言 法律就是法律 不管多么不受欢迎 太直被迫学习最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其实我们学习都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好了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